那passed by value 那我现在就传一些这个immutable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number是immutable的 那我现在好 我外头是10 我现在传进去变成20 那我看看有没有被update掉 你看我来看看有没有被update掉 那我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在这儿 我去print一个number OK你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这个number没有变化 我这个number没有变化 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immutable的东西 所以我传进去之后 我的python内部的这个解释器 它会自动的帮我make一个copy 它这个东西 它会自动的帮我make一个copy 并且使得这个copy等于20 那和你这个imnumber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就有点类似于你对于immutable的东西 你不需要自己去make个copy 它Python自己帮你make个copy了 而对于mutable的东西 比如说list 它会传一个reference进去 那你如果说想自己make个copy 你必须自己去做一个copy 对吧 那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就是pass by reference pass by value 这两个最大最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初学者来说 经常会搞错 经常会搞错 那大家需要去稍微 稍微去做一些实验 对吧 稍微去做一些实验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搞错的 那你实际上 你只要对我这幅图 稍微了解一下 哪些东西是immutable的 什么东西是immutable的 稍微熟悉一下 那再去理解着我上课说的 什么时候是by reference 什么时候by value 你可能就会稍微好一些 OK我们下面再来看两个function 两个function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我现在 当然了这个东西 现在讲还稍微有一些早 现在讲还稍微有一些早 因为我们function还没有学过 那这个function 那我回来再说吧 因为function还没有学过 这个default的这个值 我们都还没有学过 那我回头再来说 最后我还记得 这两个东西 我回头再来说 OK 那好 我们现在学了这个dictionary 学了set 那我就 我需要 还有学了一些sequence 那我就需要去 去这个 比如说我有一个list 比如说我有一个sequence 对吧 我需要把我里头所有的值 全部都给打印出来 那我可以通过 刚才我们那种方式 就是直接你在这打印出来 对吧 那实际上你这样子的打印方式 实际上你是调用了 这个python里面的这个print 你实际上是调用了python里面 这个print这个method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那如果说你想自己 你想自己把它打印出来呢 你可以去写一个循环 你可以去写一个循环 那我们下堂课 我们会来说各式各样的循环 那我们这边稍微说一下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while循环 那给你一个list 对吧 给了你一个list 那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给你一个list 然后呢 我就去写一个while循环 那这个while循环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我给你一个index 是零 然后当你这个index 小于我的长度的时候 你看你这个长度是几 一二三四五 也就是说当我的零 小于五的时候 对吧 当我这个零小于五的时候 我就需要做 我这个里面的东西 然后python 它是没有 它很少 你在程序里头 你是会很少见到 这种大括号小括号的 对吧 大括号小括号 这种大括号是只用 你这种大括号是只用于这个 这个dictionary的 那你不会见到这种大括号小括号 那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通过这种冒号 并且呢 通过这种 我们叫做tab 就是这种这个 这个叫什么 缩净 是通过缩净的 然后去去来 去来给他 给他来定一个 他的这个活动范围的 给他定一个这个程序的范围的 OK 那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while 这个这个东西成立的时候 那你while这边这后面这一段 实际上它返回的是一个呃 返回的是一个不耳直 要么是处 要么是false 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不耳直是为处的时候 我就会去运行我这个while 这个我们把它这个while 这里面的这些程序 你看我刚开始的时候 i是零 我这边的lens是五 零小于五吗 小于五 那你这边返回的是什么 你看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零小于五吗 小于五 我返回的是什么 我返回的是个处 返回的是个处的时候 我就需要运行这两行 我运行这两行干什么 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打印几 打印这个weekday零 第零号元素 第零号元素是什么 第零号元素是monday 然后我把i加1 好 那这个时候 i变成了几 i变成了1 那我这边又返回的是个处 返回又处 我就打印tuesday 然后再加1变成了2 2还是处 就打印wednesday 然后3 打印thursday 4 打印friday 然后到5 5小于5吗 返回false 对吧 5不小于5 返回false 所以这两行就不会再去运行了 它就会退出 对吧 也就是说我这个while循环 我一共运行了几次 运行了5次 0 1 2 3 4 所以我这边就打印了4 0 1 2 3 4 5次嘛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所以这边一共打印了5次 对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while循环 while循环 那它的syntax就是一个while 然后后面呢 跟着一个布尔直 那你一个expression 它返回的是一个true 或者是false 然后呢 一个根 紧接着一个冒号 冒号呢 下面你有相对应的这种缩近 然后完成你这个while循环体里面的这些缩 这些程序就在这个缩近里面 然后最后把它打印出来 OK 你这边呢 可以通过这种调用lens的方式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调用range的方式 那我们一会儿会来说这个range是干什么的 那range是干什么呢 range是返回一个sequence 大家注意 它是返回一个sequence 那这个sequence 它是一个immutable的 它返回一个sequence 然后呢 它经常是用在基本上 基本上90%的情况下 全部都是用在这个loop里面 对吧 它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loop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那首先 我这边range 它是返回 大家知道 这个range是返回的一个sequence 然后呢 它的这个东西 它有三个parameter 它里头有三个parameter 那第一个是start 那第一个是start 第二个是stop 第三个是step 对吧 第一个是start stop和step 你就记住 那如果说它里头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是start 对吧 它里头只有一个的话 它就是start 呃 咦 不对 它如果里头只有 它里头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是说它的一个长度 那就相当于 它的default的start 它就是零 它的default的start是从零 那这个 它如果里头只有一个的话 它就相当于是它的stop 那这个lens lens的weekday是几 是五 那就相当于是从零到五 那你generate的一个sequence 零到五 但是不包含五 跟前面一样 是不包含五的 那你看 零到五 那也就是零一二三四 对吧 那你看 那我就把它一个一个一个打印出来 它第三个step default的值是一 对吧 那你或者是里面 你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也是可以的 你把这个东西写成这样子 跟我刚才那个运行的 运行的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start是从零开始 然后它的end是到五 结束 它的step是一 所以我会这样的打印 那大多数情况下呢 如果是你的default的start是零 那我们就把它省略掉 不就不写 如果你的default的step是一的话 我们也把它省略掉 也不写 你看它这打印出来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我们再来看一个结果 那你看 那这个结果 那这个东西就有一些意思 你看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是i for i in range 十 那你看 我的i刚开始的时候是零 对吧 那从零开始 我的i是从零开始 好 那我就会把零打印出来 对吧 我就会把零打印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比如说我把i设置成100 那大家觉得它会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 我把i设置成100 那大家就会觉得 诶 那我这个东西100 我就超出我这个range了 对不对 我这个i 我就超出我这个range了 是不是我的程序就停止了呢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大家会发现 我这个程序并没有停止 还是在那打印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这个负值是在这边会负值 就是说每一次我运行这个负的时候 我的i值会重新负值 我这个i是会重新负值的 那你看我第一次i是零 第二次呢 我的i会从我这个range 这个sequence里面再去得一个值 是几呢 是一 然后再去得一个值 是几呢 是二 所以你这个i的负值 对于它这个负循环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于我这个负循环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你这块打印出来的照样还是 0123456789 对吧 你这边打印出来的还是0123456789 OK 那这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可以通过range打 一种对那一种一种是可以通过这种while循环去打 一种呢是可以通过for循环 然后用range的方式去打 那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说我用in这种关键字 那in的关键字呢 后面就跟一个list 那后面也是跟一个list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list里面所有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有一些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返回的东西 这个里头的东西 就是这个list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他返回的不是index了 他返回的不再是index 而是这个list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的day 就是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他就返回的是每一个day了 就他返回的是每一个day 而你这边如果说你不加这个weekdays的话 你把这个r打印出来 你会发现你这边打印出来的就是01234 对吧 你这个range返回的是一个sequence 这个sequence是什么呢 是个integer integer是从哪开始 从0开始 所以他即便到打印的是01234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要是想要打印出来的时候 你必须是通过index去访问 必须是通过index去访问 而你通过in的这种方式呢 你这边得到的就是说 每一个list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我是可以这样的打印出来的 OK 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个numerate enumerate去打 enumerate它返回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enumerate它返回的是一个这个 它返回的是一个tuple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weekday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它把它enumerate出来 它返回的一个tuple 那tuple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tuple的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index 它的0 它的day 就是它的里头的实际的值 比如说我们来打印一下 你看它的key就是它的一个 你的这个key 就是它里的一个index 那index就是0 然后你的day呢 是你的一个value 不是value 对 就是你的list里面的value 所以它是一个monday 对吧 所以你看 这是对应的index 对应着这个value index对应的value 它是这么去打印的 所以你也可以通过enumerate 去去打印这里面的东西 OK 那enumerate还有一个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但不是特别常用 那就是什么呢 我enumerate 我可以规定它的起始的index 从几开始 对吧 我可以规定你这个起始的index 从几开始 那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create了一个month 从1月份一直到12月份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知道它的index 是从0开始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最后一个这个 这个去掉 我们知道它是从从0开始的 那我现在这个好像不太符合 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习惯 我们1月份就希望它从1开始 我们可以强制要求它的index 从1开始 那我们是说这个时候 再去运行一下 你看我这个时候 我的index就从1开始了 也就是说1对应的是January 2对应的是February 对吧 那这跟我们刚才使用的 这种方式 是是很类似的 对吧 我们刚才也有一个小hack 把前面加一个0 这个东西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是enumerate里面 一些小技巧 虽然用的不是特别多 OK 那比如说 我们刚才会create一个object的list 那我同样可以去print一个object的list 对吧 那一模一样的 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我甚至呢 可以去print一个dictionary 对吧 那我这个印呢 是可以返回一个 我刚才说的这个印 你是可以返回一个 这个tuple的 对吧 那你就可以点pizza 点items 你这个pizza是一个dictionary 那点items 那它返回的tuple是什么 是一个keyvalue pair 一个key 一个keyvalue pair 所以我这块打印出来呢 就是key是什么东西 value是什么东西 对吧 它是一个一个keyvalue pair 那是这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循环的这个次多东西呢 有很多种方式 那我们需要大家课后去练习一下 在遇到list的时候 或者在遇到dictionary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 把它全部都给打印出来 OK 然后python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功能 有的时候作为初学者 可能会觉得有些头晕 那就是这个list的comprehensions 如果你之前是学比如说C++的 学Java的 那这一块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list的comprehension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这个 那首先比如说我们想打印 我们想呃往一个空的list里面去append一大堆东西 对吧 我想把这个1到10 0到9全部append进来 我可以通过一种这样子的方式 我可以通过一样一种这样子的方式 我可以把它0到9全部append进来 那我现在可以通过这种样子的方式 我给你一个range 我range是generate的一个sequence 对吧 我给你一个range 我generate一个sequence 然后我的range是从0开始到10结束 不包含10 然后产生一个sequence 然后我把这个sequence转化成了一个list 对吧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东西是可以转化成list的 我把这个sequence转化成list 那我们看这个打印出来的效果 是跟刚才那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我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用到这个list的一个comprehension的一个方式 对吧 我可以用到list的comprehension 也就是说我有一个for循环 我有一个for循环 但是我for循环跟我刚才for循环 有些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for循环里面generate的出来的东西 我把它放到一个list里面去 你看 我就相当于是说 这个是我的一个for循环 这个for循环和我刚才这个for循环是一样的 然后我会把这个for循环里面 里面的什么东西 里面的这个i 把它放到一个list里面去 所以你看我这一块generate的也是一个0到9 我这里头generate的也是一个0到9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generate是一个sequence 第一次出来的是几 第一次出来是0 我就会把0放到我的list里面去 第二次出来的是1 我会把1放到我的list里面去 那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吧 然后 那我刚才说了这个range 它的start是从0开始 它的end是从10 那或者说我如果说改成这个样子 我从0开始到10 然后是2 我这个打印出来的是什么呢 我这个打印出来的 你看 是所有的偶数 因为我的step变成了2 我的step变成了2 那我从0开始 0 然后相当于我i就加2 那第二个就是2 还有4 6 8 对吧 那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就属于一个list的comprehension的方式